監視器清楚拍下三名男子登上了鳳山水庫的交阀 他们大喇喇解开铁链 推着交阀离岸 然后拿出自己准备的船桨 滑啊滑的滑到对岸去了 水库工作人员发现交阀不见了 报警处理 他们紧急搭船搜寻 三名年轻人看到远景来了 唏嘘滑着交阀想要逃 还是被警方逮货 这是发生在9号上午8点多 三名嫌犯年仅21 22岁 他们说这是第二次潜入水库借交阀钓鱼 还自己带了船桨前来 不知道已经触罚 警方也提醒 丰山水库是高雄三大工业区用水的供应地 并未开放钓鱼 违反的话依水利法规定 可除2500元到5万元罚金 民众千万别以身试法 以免受罚或发生违宪 TVBS新闻方志诚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看最完整的新闻 判断了 接近新闻资金 特与